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啊 这 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其实啊 让你觉得不对劲的 就是头颈间的关系啊 即使是像王鹤弟一样绝美帅气的脸 配上奇奇怪怪的脖子肩膀 那么头颈间关系要怎样处理正确呢 国际惯例 我们先来看看它们的真正结构和关系 一 颈部的构造 颈部是连接头部和身体的桥梁 虽然看上去只是简单的两条件 但想要画准确却没那么容易 颈部最主要的肌肉就是胸锁乳突肌 肩胛提肌以及斜方肌 我们经常看到动漫里人物脖子的这两条线 其实就是胸锁乳突肌 胸锁乳突肌能带动头部运动 维持头部的稳定 在绘画中 我们可以将脖子简化成一个圆柱体 只不过在这个圆柱体上的两侧 多了两条肌肉 就是我们的胸锁乳突肌 胸锁乳突肌的起点在耳朵的后方 沿着脖子向前连接到前方锁骨窝下方一点的位置 两条肌肉形成V字形 当然呀 我们画的时候不要从头连到尾 同一条杠杠的指甲呀 只需要在关键地方深入一点就好了 男性的话 在锁骨窝的上方 会有一块比较明显的隆起的喉结 脖子需要微微向前倾斜 侧面脖子完全90度直立是错误的 但是太过清晰也不行啊 一态就比较不好看了 肩膀主要结构 肩膀其实是有很多细节的 并不是一根直愣愣的线条 要注意肩膀的骨骼细节 画出肩膀细致的凹陷曲线 需要注意的是锁骨和斜方肌的表现 锁骨形成了我们肩部的轮廓和宽度 而斜方肌赋予了肩膀饱满的厚度 锁骨有着S型的结构 两根锁骨通过胸骨链接 它们并不是挨在一起的 之间有一定的距离 当人物处于半侧面时 要注意锁骨的透视 较远一侧的锁骨线条会短很多 斜方肌起于我们后脑勺的枕骨 下方重于胸椎 斜方肌从后背绕过来 包裹住我们的锁骨和肩胛骨 肩膀这里会有锁骨与肱骨之间的间隙 脖子和肩膀的配合运动 很多人画的肩膀看上去很扁扁 就是因为没有把它们当成立体的来看 我们可以把头颈尖分别理解为 三个立体的盒子 之后把它们拼在一起 将整个脖子概括为圆柱体 肩膀概括为多边方体 然后找准每个盒子的中线 再继续细化就好了 上面的结构知识理解完后 我们就可以用这种简化的方法 来概括画出我们的头颈尖了 另外 仰头低头相比于平时时 脖子长度看起来都会有所不同 这个小伙伴们都要多多观察了 男女脖子肩膀的差异 女性脖子的骨骼叫响 脖子整体显得较细 肩部脂肪比较多 线条更加圆润 男性的脖子整体较粗 胸缩乳突击的线条较为明显 肩膀外形硬朗 有明显的转角线条 侧面时 头截较为突出 好啦 今天内容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还想看哪些内容 记得留言呀 说不定下期就是为你 专门定制的内容哟 对了 要不要留个一线三连再走呀 我是白飘子 我们下期再见 JU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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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MI